歡迎光臨,張呼元跑,4.0的頻道 已經跑了兩個月的賽事 過百場,真是未夫妻室 張先生其實也做了很多統計 我自己做了一百場 一百場少傑,但現在跑完十一月 即是達到十一月賽事 有些結論是挺有趣的 第一件事就是,沒有人猜到 已經說過,沒有人猜到 我為你是第一次贏兩場 更加沒有人猜到,他是第一次贏三場 但無巧不成輸的 統計上真是很巧 原來他兩節的時候 就平了這個 我們那個非常過河的紀錄 是第26次 現在呢,去到第三場的時候 他又在84場次贏馬 這個紀錄又是 是否最快 我不知道 剛剛就是幾年前的勁勃 勁勃贏第三場 都是84場次 真是巧 真是巧 但我想 現在問題就是 這一馬 這個周末又跑了 會不會第一隻贏四場呢 到時研究吧 這方面說些開心的事情 有些不開心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大二門催勝率很低 都說了 是 陪位21至23 雖然有時間追 還有八、九月 但下面的日子 要贏得多些 才可以上回33 這個不要緊 這個還有時間講 跑完十月之後 有三個騎士未開齋 都很常見 是 很常見的 那些牌制一般來說 是很慘的 如果第一回合不開齋 可能很多時候要貴尾 是 不要緊 大家猜到的 那些很慘的 那些牌制 但真的沒有人猜到 比牌制更慘 就是嘉莉 沒錯 是外援 雖然他不是什麼好騎士 但他都是澳洲的二線騎士 不能說他不懂騎馬 以前有些很差 我經常都說 嘉莉肯定好過 有一個 什麼 黎潔安 黎潔安 即是李富 李富 李富 三樓騎士 三樓騎士 三樓騎士有馬贏 但二樓騎士 竟然呢 直至到 泥地夜賽的時候 之前呢 還沒有 20秒唱傳說 我還記得 上星期晚上開賽之前 有個年輕行家 大家都在聊聊聊 說笑 嘉莉真的很誇張 他現在暫時 他的獎金只有二千元 只是獎金 只是獎金 其他就要靠拆騎費 拆騎費 我們數過去 當時來說 只有兩萬元左右 其中兩個月 只有兩萬多元的收入 當然不用怕 馬會有最低收入保證 馬會保證 保證要走的 不過他還差過兩個不開齋的本地騎士 真的假設嚇人一點 補貼很少錢 那補貼幾萬元 一個月而已 香港馬會 今年改了一個賽制 當然他不是想的 第六也有獎金 誰知道 竟然出現兩場只有五個馬會 對 節省一點 無緣無故也寸 節省一點 節省一點 十幾二十萬元 剛剛有補貼的那些 是 說笑,那條稅怎麼撥呢?我們不知道,我們只是這樣說而已 例如以馬會這麼龐大的帳戶怎麼撥,就收到稅了 好了,加利真是慘,但我又不是說落井下城,真是抵抬他 真的很慘,我都很少哭馬桑 我買去寬日福慶,過落去精彩動力 十倍降落十二倍,真是慘 還要博書之後,我終於要一隻熱門,熊運大師 再過去,熊運大師只有三倍,那隻只有十倍,真是慘 唉,很慘,所以他都說了,他不贏馬都有理由 有時候想贏就註要被殺,有時候很慘 不是你的部署那麼好,有時候方仔的左計又計 是啊 算了這招吧,熊加利又十個開給你 哈哈 唉,這樣也博書真是沒問題 好了,講完騎師,最後一個開齋就是 開齋了,沒有,最後就是丁盤河 又是爆冷,對吧 為什麼呢?我們數過的,他們開倉幾年 都曾經上過六十幾隻馬 但是近這兩年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不揣測的原因 總之都很平淡 去年雖然都靠一天棒棒贏三四場 就上岸了,緊緊上岸 都不是緊緊的,就是有魚 就是很有信心地上岸 但是急之差,目前來講 就是只有三十六隻馬 之前就這樣走了兩隻 但是又掃了兩隻 所以都幾惡劣 三十多隻馬 那些細艙都很惡劣 很惡劣,很慘 那馬還比鄭俊偉還少 我提外話而已 又不關你事的 我們都說在松化開倉 那個構思就是希望大倉 就撥一些馬去松化 那整個構思是這樣 現在這麼少馬房 實際上很多大倉都是這樣 只有幾個倉沒有 新倉當然沒有 第一個當然沒有 另外一些細倉 還有一些不是細倉的文家良 堅持不上松化 總之我不要62隻就可以了 我60隻 他都長期保持五十多 文家良 好了 五、六十隻 應該不應該上松化 就是個人的連馬施決定 現在出現了問題 舊子已經出現了 曾經大倉的 好像徐爾石一樣 那些馬又縮 縮到那個階段 都放棄了 好像跟丁伯倫一樣 都只有三十幾隻 那三十幾隻的笑話 我們真的有笑話 就是 你一定要擺幾隻 當然它最低數目就是 就是 你開45隻馬在沙田 其他多了才上松化 如果我不是四十五隻 我隨便擺幾隻 在上面 那出現了 就是 可能當時 翠爾石也是 現在的丁伯也是 他的松化馬房只有四隻馬 四隻馬 沒有問題 都是幾隻馬 一個馬夫打你 三隻兩隻 不要緊 但是 整個馬房 不止那麼少人 要運作 馬上丁伯給你 要運作 你可剩下一個 不要緊 要是有招鍊 還有主任 要打料 那當然是好空閒 人多個馬 好空閒 人多個馬 如果只只有三四隻 就不是人多個馬 沒有理由 不符合成本效益 是的 隨便 所以 其實細瘡已經在澳門出現了很多年 但澳門當然有很多應對辦法 馬瘡 馬瘡都不夠之後 對不起你沒有副鏈 沒有副鏈的 只有主任副鏈 你起碼要數目多才會給你副鏈 香港不是這樣 如果重回馬瘡就有副鏈 副鏈很空閒 現在真是 就算你工作狂都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給你做 笑話就這樣 所以當時蘇寶羅已經沒有什麼辦法 其實合理地 應該只有G7的倉庫才有本事 他們長期保持六十多隻 即是放十幾十隻上去是合理的 可能是他們自己交替 但現在的倉庫分配 有點斷層 要麼是六七十隻 要麼只有四十多隻 三四十隻 一部份的倉庫 其實真的不需要他們上去重化 因為香港的四十五隻都夠位 還需要尋找馬上去 又要尋找隊員上去 那麼勞私凍衝 好 稍後再說回重化的事 然後再說香港馬房 有人花會有人仇 丁仔只有三十六隻馬 三十六隻 方仔爆倉 七十四隻 早上兩星期七十四隻 趕下一隻 撿下一隻 終於決定 但我們揭開那個 馬房表 咦 他會扔哪隻 很多隻都不肯扔 終於一如所料 最後都要扔完 又是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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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二隻 我們笑話說真的有錢 每隻馬 超額一日罰五千元 一日五千元 不是一日個月五千元 即是禮理論所謂的 但禮理論所謂的 但禮理論所謂的房屋也是 每日罰 當然那些 他們是跟不住的 他們是欺負你 如果你不測就每日罰幾千元 那些很少欠行 但這個馬會一定執行 當然 這些都看到的 很容易 最喜歡罰錢 好啦 那些都得了五千元 這麼成功的電話師 當作是散枝 但很必要呢 我都會想想他 雖然他不會散枝 而且這個情況不是 他不是以為 偶然 是偶然 他經常都是這樣 都七十二、三隻 他真是 預算了 那麼難 那麼難捨棄 什麼事 好啦 說回重發 好嗎 有一個行家說 最初 最初救私的時候 重發市集 每個月的市大集 找些香港騎士上去 因為疫情停了很多年 現在又恢復了 有個行家問 其實有沒有需要呢 你有沒有需要 以及贊不贊成呢 你作為國外人 你作為一個馬迷 你作為一個馬迷 你以為 有沒有什麼需要堅持呢 我都覺得有沒有需要 坦白說 第一 又不會那麼多馬從化 第二 你要一些騎士 周圈勞頓上去 那一天去試襲 你計算一下 其實時間都很緊迫的 香港 現在香港來的時候 星期四試襲 專門又要調動所有東西 為了第二星期五 一早上去試試 然後又趕回來 跑幾個閘 我又覺得 怎麼那麼重要 而且你不是那麼多馬的事 你上面 在重發 一般只有五隻 五隻左右而已 你經常試 我覺得不需要 找些騎士 硬要他上去 我就真的 你問我 很無謂的 五隻因為上面可以試襲的人不多 如果你拉起騎士上去 就每組可以十隻 你上面也沒有那麼多馬 你拆多幾組就可以了 其實無所謂的 這是單集的 你拆了一組 又不是跑示範賽 我就覺得你試襲 十隻試也好 五隻試也好 他自己安排 一次半次 我認為我個人是這樣的 我又不幫騎士 香港 給我金飯碗 你辛苦 不是一個月一次 幾個月一次 輪流一次 你不要叫辛苦 因為你當時說 最初是 每次派三個騎士就可以了 現在幾個 多幾個都不要緊 平均來 算是三四個一次 一個是三次而已 雖然很辛苦 有些人說 連馬斯也是這樣 很多連馬斯跑完 星期三夜馬 回到宿舍 settle down 跟著夜車就上去 重化 在車上 兩三小時 做事 對我同意 不過連馬斯那個 就不用騎馬 騎馬比較危險 不夠精神 看你的勞動 看你的勞動 精神 對呀 你滾了下來 真的 是嗎 連馬斯就不用騎上去 這一點 唯一的分別 第二點就是 我又不欠騎士 第一點就是 喂 你在香港那麼舒服 在宿舍走下去 操馬 全世界很多地方 在英國 移級騎士 為了騎一隻 沒有機會 馬斯都駕駛兩三個 車來回 有此時也要 都要 所以你說 浪費時間 在奔波路程 說不通 我又不會 疼他們 因為 香港就沒有規定 澳門就有規定 澳門規定的騎士 一個星期要 神操四天 要不是罰錢 你不到罰錢 香港就沒有這些條例 香港根本就不用這些條例 自動自覺 找馬騎 對呀 但是澳門是這樣的 澳門一個星期要 操四天 你不到 有相同事 檢查你有沒有 到場 不到場罰錢 但是香港不需要這樣 澳門為何這樣 其中的原因 就是 凡是在馬場 練馬的地方 就 你這麼多馬 一早在兩三台 操勵 騎士呢 要來幫忙一下 壓力 對嗎 對呀 第二點就是 香港近這幾年 建習生都少 如果不是說 喂 找檢查生去操馬 就可以了 對呀 沒有 沒有 少到 一兩個兩三個 那 你變成了 找一些騎士來 神操是 香港的 和澳門的 賽馬特色 對呀 當然呀 所以沒有了所謂 我又不爭他們的 那到最後了 我又覺得如果你說 我覺得香港騎士 那些騎士 應該要多些 內液神操 好了 即是香港 最後最後 做米統計 我都解釋到的 我去年的時候 過兩季就說 由一三三磅 升到一三磅 效應 最初 頭兩個月 哇 很少買東西的 當時是說 可能季尾 可能短線 這些數字不准的 那是真的的 到今年原來很誇張 那個統計數字 就是 那些一三磅的馬 升出來的高度 是14% 好厲害 以往是11%左右 11%左右 最多12%已經停了 今年去到14% 15% 很高 但是同樣 但是相反地 那些一三磅 配一三磅的馬 但是又用這個 牌制去減磅的馬 就沒有那隻贏了 一隻都贏不了 幾十隻的 都贏不了 即是說 整體數字就拉均勻了 就是 都是11% 12% 不過問題就是 似乎 蓮馬斯明白 既然一三磅 三磅那麼重 我拿走那三五磅 都是重的 幫不了手 不如找大師傅 聰明的大師傅 跑更穩陣 即是說 原來那一三 三星的一三五磅 就令到那些 牌制 其實一三五磅 贏的一三磅的機會 馬是 少了 越來越少 其實可能變得相對不明顯 因為現在 你說現在只有 一個五磅 一個七磅 一個十磅 一三五 還有兩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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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 一三五變一三三 老實說分別不大 哈哈哈哈 只是拍攝以前的磅 只有十磅才明顯一點 沒錯 如果去到七磅 其實一二八 我又覺得不一定有這麼大優勢 還有 我想很多現在都會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一落斑 頂磅就找報民 報民實佈報民 怎樣都佈報民 報民這些都不後接 沒得搞的 126都不敢接了 報民 你不是mark重磅 怎麼搞 是呀 是呀 鼓勵他們一落斑博 這都是因素 但這個統計數字 沒什麼人做 我做的 竟然高到14% 從裡面試過 平均六隻 六隻贏一隻 六七隻贏一隻 好厲害的 好厲害的 所以這個 我們要留意 其實最後之前 我們有一集節目都說 都要再補充 都要提一提 留意 審習成的倉 你說 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數字 是啊 其實這個是 今年季初 到現在跑了兩個月 一個比較特別的數字 如果我們一個月之內 譬如我贏了六七場 然後跑樓三場位置合理 但現在已經十三場 十三場Vin 三個PACE 真是好厲害 好準 好厲害 好厲害 加上當然有些運 這個當然 好了 我這集聊就這麼多 歡迎各位網友 訂閱這個免費頻道 給我們鼓勵的like 歡迎分享我們這個免費頻道 歡迎成為收法會員 成為收法會員的方法 在Youtube文字版裏面有連結 我點擊你 就知道要成為收法會員的方法 我們這集影片就這麼多